那些人竟然是 一下动了11个人 这11个人都是大老板 今天刚刚讲的很多都是什么 当年大老板雨露均穿 你只好敢要 我基本上都可以拿着 给得输的 就今天做这个当做 你说今天北俭是故意的 北俭要向这个社会丢一个讯息 是任何你要跟柯文哲 有任何金钱往来 你就要付出代价的 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讲说奇怪 不是已经查金流查到一半了吗 怎么要来弄这些人呢 其实这现在已经不是金华城的问题了 现在就是当初金华城在查的时候 一部分的金流撞到了他们的墓口的账户 撞到了他们民众党的政治现金里面来讲 你看看今天来讲 这些政商名人 其中我们最惊讶的就是陈英柱 他们家要教他们的他们家 你把他请来台北 你说陈英柱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吗 有对家关系吗 什么叫扛天哪 没有关系的 你只要到了嘉义 你只要找到刷路 你只要入了英柱的法演 不要紧 多多少少他都会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不想要麻烦 他不想要说有一天我拒绝你之后 你要是真的选上 或者是你的地方的一些立委 或者是你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来找我的麻烦 所以他可以说是土地公 你有找到喽 有求必应 你找到庙 你只要拿一箱出来 我一直给你帮你 所以我心属属性的啦 没错 心属属性 你想想看你今天来说的话 我陈寅柱 捐了一笔钱给你 结果你害我 要到台北来 抛头露面 他的案子 在嘉义也有案子 嘉义的案子 要去动他之前 先去给他报告的 你今天台北地检署通知署给他割了 然后呢 跑来台北 然后呢 记者这样子拍 他受得了吗 受不了吗 他一定受不了 你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发生的这个事情 如果是民众党正常的 赶快去跟人家跪了 不好意思 老闆的事情 不过你怎么好 搞不好要查到你们的账 那个是很厉害的事情 人家给你不是为了要什么 人家只是 你不要麻烦 你当初是怎么样 找到这个人 去跟姻祖阿讲的 你怎么拜托的 你是怎么拜托的 我跟你讲 不会有人想说 哎呀 柯文哲 我今天赶紧偶恩 你今天当初 你是怎么跟人家拜托的 人家给你这个面子 弄进去之后呢 你害到人家 现在到台北地监树来 那这东西来讲 真的是很尴尬的 然后呢 第二个层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今天北剑 要把无差别的一个扫射 为什么 这些人全部都是有头有脸的 你这样子扫射完之后 大家以后 可以跟柯文哲当朋友吗 不能了吗 当然不能当朋友 不能当朋友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当朋友 是为了省事省麻烦 就更麻烦 你今天我跟你当了朋友 更麻烦 更何况以后 你们旁边的人在旁边 哇 花烧在那边 站谁 你是在撞啥 还在幸灾乐祸 你还不赶快来跟我道歉 来跟我背回 你现在来幸灾乐祸 北剑做这件事情 就是让柯文哲 让民众党他们社会性死亡 以后民众党一出去 不管你是谁 柯文哲暂时是不会出去 不管你身边谁出去 没有人敢碰你 为什么呢 我会不会惹麻烦 他变瘟神了 我今天来讲的话 我捐钱给你是为了一个保护费 我就是为了省麻烦 我现在捐钱给你 变成我冷祸上升 你还在旁边笑 你是在做啥 你当初来讲 你透过多少关系 找到这些人 你这些关系 你用一次就坏掉了 以后民众党 不会再有这些奥元 不会再有这些捐献 甚至民众党以后所有的人 打电话不会有人接的 我今天接你的电话 我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捐钱给你 结果金流往回撞 我今天接了你的电话 会不会我的电话也被上线 所以现在来讲 北柬的无差别 扫射下去之后 这些人从此以后 跟这个民众党割袍断义 恩尽义绝 以后再也不会往来了 阿北真的变了 过去我们想象 他可以改变台湾的政治 没有想到 进到这个染缸 他被污染成这个样子 刚刚讲的 现在清华城不是我们讲的 台北地方法院已经确定 那个清华城的土地很多部分 20%根本就是不法所得 既然不法所得 那就是犯罪 犯罪你要有证据 而这个证据开始看起来 已经可以说服地方法院 这么大的地 这么可怕的土地 甚至中间有什么行贿的状况 你现在想说 柯文哲怎么敢做这些事 就现在传说说 他的人生态度改变了 他以前是生死之间 他以前的生死是黑色跟白色 黑一白之间 可他现在发现 他世界还有彩色的这一面 而且这个八八会馆 事实上是 柯文哲会说什么 I like it 我改 对林文说 阿伯 我要常常来 这样一个状况 你就知道事实上 他的个性已经转变了 在整个在台北市长的第二任期的时候 因为接触太多 往来吴白丁 大家都这样子 哦 招待他 保持我跟他讲 事实上不是只有去过八八会馆 我们就我们所知 他是跟沈晶晶 也去了大安附近的招待所 另外也去了新店的招待所 另外就我所知 他也常常跟台北的建商 很多很多政治很多这种 所谓商业界 他也去了非常多的招待所 你说招待所的基本规格就是这样的 里面富丽堂皇 里面纸醉精明 里面充满粉味 保姐你每天这样去的时候 你个性会不会变 我也会变 对 你慢慢慢慢 我都想去了 你慢慢慢慢 就会迷失在这个灯红酒绿 还有这些这个诱惑之中 好 那么简单来讲 这个很多配备都有嘛 包括说车子接送你来 那绝对没有问题 在那天晚上一定 因为这里面来说 很多谈事都是男生 男生的过程里面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女生来这个地方 就他们通常都会叫一些陪 所以你说这些 咽咽咽咽咽 这些高矮胖瘦的漂亮女孩子 都是去八八会馆的 对 没错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天吃的也都非常好 他们八八会馆 还曾经请过米其林移工的主厨 来这边外汇 你要吃什么保姐 移工啊 对 台湾唯一的米其林三星 你要叫什么餐厅来说 他们都叫得到 你要谁 你只要当先点菜 譬如说今天我们招待刘宝杰 你今天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好 我们帮你点 马上就有 你要点什么 你要什么 都可以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 所以这里有最好吃的菜 有最好的酒 有最漂亮的女生 对 那你知道 他们有些后面服务的人 就是每天晚上都整理出 非常大量的垃圾 吃的 用的 还有很多 我们不能够讲的东西 一大堆东西在这个地方 那他事实就是这样 每天拍到 你知道 他们这个八卖会馆 我们以八卖会馆为厉害 他们每个礼拜 大概有三场这个招待会 都每个礼拜三场 然后三场来说 只要车子开进来 你就说今天又有这个party要开 然后很多女生就会来 然后里面的厂子大概这样 如果你吃饭吃到一半 你吃移工觉得不开心 旁边还有这个游乐器让你玩 你要射飞飙拉爸什么都有 那另外一个 他连吃饺子老虎都有 对 另外他们有个中 这个中岛的这个台 中岛台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酒 甚至你要喝什么酒来说 这边都可以提供给你 所以你要酒啦 要玩具都有 什么都有 当然KTV一定是有 他们中间还有隔层非常多的 这个小的沙发区 你可以在那边谈事情 都没有问题 最夸张的是什么 抱歉 他里面 他们的中间来说 包括像喝酒的地方 吃饭的地方之外 旁边有四间小房间 四间小房间来说的话 就是可以供你要去谈心等 或是说你要去做一些相关的 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就开了房间之后进去 那不跟八楼一样 抱歉 非常非常类似 八楼不就这个样子 抱歉 他们是里面谈事情的 这样一个状况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房间 所以到这个地方你看 要屁事谈心都没有问题 所以等于是说 你去这个地方 当然你会迷失在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实在 太多可以玩乐的地方 所以一楼有私人餐厅的 专属厨房 对 二楼刚刚讲的有些 这个大的圆桌有那些沙发 三楼还有这个所谓的游乐区 甚至刚刚讲的 你这里干嘛 你要吧台有吧台有 KTV有KTV 你要撞球桌有撞球桌 你还有飞标记 你连喇叭机吃饺子老虎都有 对 没错 他们还有DJ 如果你真的要在那边跳舞 我们可以DJ给你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事实上 里面玩乐应有尽有的一个状况 阿伯真的喜欢 而且事实上 大家可能都会喜欢 你多去几次来说 你可能都会觉得 这个地方蛮不错 不论是说你真的 如同柯文哲说 他去那边吃饭 吃了两分钟 坐在那个地方吃饭 我相信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好啦 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现在大家不就踢爆 他至少去了88会馆两次 当时人家就问他嘛 这个2021年的时候 2022年的11月27号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去过两次啊 就他说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去那边吃饭 五分钟就吃完了啦 然后他上空上空上空 可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会去88会馆 对 因为去了两次的时间点 里面来说 跟你这个行贿 跟沈金经行贿你的这个状况来说 两次兜了起来了 因为刚好就在便当会的前后 对 是的 他不但是在便当会的前后 我不知道 今天不管是林炳文 或者是郭哲敏 对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是洗钱 对 当然有人讲说柯文哲的个性 不可能透过郭哲敏来洗钱 也不可能透过林炳文去洗钱 是 那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对 而且最近刚刚不是讲吗 现在郭哲敏刚刚讲 你去行贿警察的 不是现在开始没事了 是 可是这个意思不对喔 他现在原来 郭哲敏他被扣了两亿多的加密货币 是 郭哲敏是懂这个加密货币的 他不是洗钱喔 对 他有两亿多的加密货币 现在被扣了 两亿多的加密货币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现在的调查局 我们的洗钱中心 是 他是有能力去扣加密货币的 对 没错 因为爸爸会管 大家知道就是说 他里面有洗钱 那洗钱来说当然 除了地下会对之外 还有一些就是加密货币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嘛 那你就讲到说 事实上没有错 我们政府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开始严防这个 加密货币的这个犯罪行为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 保洁 我们四月中法务部的建制 应该叫扣按虚拟资产的 这个监管系统平台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虚拟货币 都扣住了 只要是我拿到任何的货币 比如说你看 里面有 这里面一个扣要 泰达币 泰达币 那一共多少枚的状况 他都把它写得非常清楚 他这样 你目前为止 我们是把所有的冷钱包 都过去的 你要扣管的话 你除了这个包括金钥 或是冷钱包的USB之外 你还要把相关的这个助记池 都要记得非常清楚嘛 那未来不用 未来就把它变成是这样子 我把它这样虚拟 把它这个完全整理出来之后 变成一个可视化的这个管理 我可以知道说 我扣留了多少东西 扣了多少东西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平台呢 简单来说 他讲得非常清楚 等待确定判刑之后了 把末入或是发烦被坏人 以激励 剥夺这个被告的不法的所得 也就是简单说啦 我只要扣住你的这个USB之外 我就有办法把你 后来把你破解 破解之后 等到这个案情呢 告一段落之后 我会把这个钱呢 如果假设是柯文哲的话 我会把末入 就让你没有钱了 他的用识是 彻底剥夺被告犯罪不法所得 简单来说就是 你现在被扣住了之后呢 插刺也难非 破解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或许不肯讲你的相关的 这个注尺 注尽尺 没关系 你都不用讲没关系 反正我们之后呢 有办法给你破解 这个只要一段程序之后 就可以破解了 破解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保管起来 保管起来的话 日后呢 我们就会对你进行个查扣的动作 所以郭志明不是说 你家里的现金 现在已经被有查扣 是 连你这个所谓的冷钱包里面的 2亿多的USTD DT 都也被查扣了 对也就是说 事实上郭志明已经被查扣了 好 那今天不是传出来说 这个所谓柯文哲也被查扣 好 那么讲 事实上现在检察官 或是说像地检署来说 下一步是什么 查扣了这个金华城的这个土地 扣押的土地之外 接下来有什么 因为现在传言说4300万已经约谈了相关的 这个陈佩琪所说的那一对买方 那一对卖方已经约谈了 约谈了之后呢 假设他这也是不法所得 然后被扣押 另外包括说像民众党的这个政治现金 因为这210万的里面来说 至少已经有5个金华城的员工说 我们是上面给我们钱 我们再分明钱 所以这已经涉及到不法所得 所以民众党的政治现金转户 现在的4300万这个商办 这个商办的钱到底从哪来的 也可能是不法所得 是的 都有可能扣押 对 没错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金流或是未来要扣押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我就告诉你 事实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 后段逐渐要收网的这个状态 所以不懂 以前我们这个科文怎么样 他是在台大医院的地下4楼 太平街在地下3楼 他居然在地下4楼 他说他一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 他都每天努力的 在这个所谓的重镇防壁上面 结果他当了市长 我觉得我不可思议是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资料 他喜欢去八八会馆 那八八会馆那个什么场面 纸醉金迷九十肉铃 这个 科文哲这个我很惊讶 因为我 我曾经听您表明跟我讲过 说科匹去过他们的八八会馆 然后大概去过两次吧 一次是朋友带他去的 有一次是他自己带 他科匹带了大大小小一大堆去 有两次 最少两次 我跟这样讲 所以第一次是科匹被动被找去的 第二次他就主动想去了 他主动去了 主动去了 可是我没有很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林董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说科匹也不来过 科匹也不来过 他说他对这个地方很 他对八八会馆很称赞 就这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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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棒 因为我没有去过八八会馆 对不对 这个地点 但是我 别的这个私人会馆 我当然去过很多了 可是我就我的理解说 科匹这个人 因为他刚开始当市长的时候 我曾经担任过他的台北市 药理基金会的董事三个 监察人三个月了 就中间跟很多一届的人 跟科匹一起有吃过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会搞一个小的卡拉OK唱歌 大概有看过他这个样子 那看他也很深色 也不是很习惯的感觉 因为他过去在台大 当时是这个急诊科医师 对 没有人在请急诊科医师喝酒的 急诊科医师 没有固定病人 急诊科医生不是来了 就转到别的科系 或者是转了 就往太平间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土包子 就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当他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你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人生的这个彩色的片段 被他发现了 所以他也觉得人生是黑白的 他甚至还去怀疑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他说他都是生死之间 然后希望追求 这是生死两相安 他现在发现生死之间 还有生活 对 我觉得不是生活 有奢侈的生活 我觉得淑慧刚刚的定义比较对 就看到一个医生 一个大学教授 从一个高 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 这个道德地位 到这个 到这个 这个变成一个堕落的天使 你知道吧 到堕落凡城 到到 跑到阴沟去了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 让人家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的学坏的速度 非常的快 看他那个样子 穿个高腰裤 土不垃圾的嘛 对不对 虽然你当台北市市长 我假设说我是女生的话 我又很难去喜欢他 对 可不是想到他那么魅力无穷 你知道吧 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已经有很多的 新的这种生活形态了 你知道吧 变了 包括唱歌 唱歌 因为他当时的选择 要去用唱歌那件事情 是他主动要求那个 那个经纪公司 对 戴什么林的 戴力林嘛 对 帮他来规划他的 他主动想我想唱歌 对 帮我安排 我当时也在想 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个怎么可能 事实就是后面这几年的 市长的这个彩色的 生活的过程当中 创造他一个 本身一个欲望嘛 对 那个欲望 唱歌发表会 他演唱会 他办演唱会 大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 都错了 我觉得淑慧今天解读的 比较正确 就是奢迷的生活 奢迷的生活 是纸醉金迷 他交往了一大堆的建商 对 财团 银行董事长 还有营造公司 都往来的人嘛 对 而且往来在他面前 就是日值万金嘛 然后带来的这些的 接待的一些的小姐们 或蓝士们 一个一个都是美若天仙嘛 对 都是人间有物啊 他看到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 一定会难以致吧 而且后来的行为 就越来越乖张嘛 没错 他就看最乖的 应征员工通通 找漂亮的嘛 对不对 就是荒谬的事情嘛 对 然后开始 想有些人就被赶出去了 对 然后就开始 他们跟他最想你的太太 就开始就 就开始有冲突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他的生活 其实跟家庭生活 不是那么美满嘛 那这个问题 他的公余之辖生活 是非常的彩色了 这才是真正的科问者 所以他后面的这个行为 你这样才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这几年跟这些厂商 干了这些事情 对 所以说为什么他在收钱的时候 一点都不会觉得有违和感嘛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厂商 去汇给党部的钱的时候 你看名单不断不断的透露出来嘛 后来我就发现 你记得他跟那个许文娟 有一段对话有没有 他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有一个LINE 我们公布过 他说某某某某某 他是讲说有一笔钱 对 现在处理好了没有 他处理好了没有 这句话呢 他大概要两个月时间才能处理好 我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一笔钱 他许文娟要去处理 李文娟 李文娟要去处理 要花两个月时间处理 后来我才搞懂了嘛 因为我看到王定宇的一个告发函嘛 他把它匿名化 他把一笔整钱变成散钱 变成99999嘛 就搞了一大堆的99999出来 999出来之后呢 就把那些钱都匿名化 结果就是 刚刚这个淑慧讲的他在洗钱嘛 他就在洗钱啊 他说什么钱他都拿了嘛 他就在非常聪明的 这个是只有他能做得到 所以我当时我看到这个 他的总账 所以我就发现 为什么他那个钱啊 要全部汇到木可 你知道是什么关系吗 要洗钱 因为那些钱 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现金 不是因为选举 不是因为蓝白盒 不是因为他的行情看好 他政治现金 都不是 我们都搞错了 对价的现金 根本就是对价 前面的收费的汇款 他把那个汇款到后面 那个市益里面 要洗白 有很多黑钱 很多脏钱 他其实一直在 他一直在这边洗钱嘛 所以他为什么不给 立法委员钱 对 那个钱都是他的 你买去桌甲换来的 我去坐牢换来的嘛 我怎么给你这个 给你什么 什么 什么这些各地 立法委员去 所以他的立法委员的 捐款是多少钱 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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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做 真正的市益 所以那个市益的募款里面 我高度的怀疑 大部分的钱 是他跟厂商收的账钱 他在利用这个时间 你看 他大概百分之多少 三十以上 全部是立民的捐款 立民的 所以为什么要搞立民捐款 为什么他需要 李文春来处理 这些东西 所以他生活的糜烂 到收黑钱 然后变张钱 张钱来洗白 他全部一个人 干十年的政治生涯里面 他创造了很多台湾的先河 你看他搞了基金会 他搞了协会 他搞了这个 政党了 搞了公司 他搞了很多公司 他搞了二十几个账号 在搞这些钱 所以他大部分的 后面的选举的时间 他不可能跟侯友宜合作 他的目标就是 要把他的钱洗白 他没有想要当选 他已经想要退休了 已经想要捞一把 就拼一次 义无反顾 捞一次 义无反顾 捞一次回家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是义无反顾 再跟捡年斗法 好 所以 玉峰 刚刚讲的 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通过了 接受了台北地检署的要求 我真的把你给查扣了 查扣那个书棉 我们外行人我们看不懂 可是你让内行人讲说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 快要解案了 对 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裁定写的 本署的检查湾就是北检 北检检察官征信科姓被告 然后呢 法条是什么 贪污制罪条例 然后呢 犯罪主体有谁 有科姓 柯文哲 彭信 彭震生 省信 省庆金 然后呢 共同违法图利行为 而获得奖励融金20%不法利益 这是犯罪所得 应语没收 确定 这个已经说服了法院 这是不法利益 这是犯罪所得 对 刚刚那就是图利而已啊 对 图利是这样子 你要用图利来讲的话 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里面呢 其实你没有看到的 这是一个有 请求权基础的一个裁定 你通常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先讲的 北检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今天要去查购 他这个20%的奖励融金 你换算出来 如果没有上层来决定 100 111亿的话 你这数字不会那么精准 以后未来起诉出 上面的不法所得 就是111亿 对 一定就是111亿 还有个重点就是 你这请求权基础已经出来了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至少要起诉 在起诉的过程 你才可以丢出来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拿钱出来担保啊 你北检就是一句话 我北院就要接受 不是说我未来111亿 你知道吗 他扣的是谁的土地 是顶月开发的土地 顶月开发上面的母公司 是中石化 他是一个上市上位公司 你这个弄下去之后 你不是说 哎呀 金华城是小省的 No 金华城是顶月开发 顶月开发是谁的 是中石化的 中石化是谁的 上市上位公司 是大家的 大家投资人的 你想想看 他的投资人 今天来讲开盘 砰 先给你个4%5% 往下跌 这个东西来讲 对一般国民来说的话 如果我只有中石化的股票 我火不火大 我生不生气 如果今天到最后 如果把月没有办法 给有罪判决 哎 这些小谷民 跑去北柬给你围起来 你这个东西你要还我 这个是要国陪的 你到时候北院 不是鼻子摸一摸 那个北柬他 你说那个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那个吃不了兜着走的 那个王俊丽不是说 你升不了关 你现在这个关都有问题了 对 而且呢 这个最可怕的是 这个裁定不是我北柬说要就要的 是北院你要核发 核定之后呢 这裁定才会生效 然后呢才有办法去 地震机关把它做一个扣押的 一个预告登记 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赌注 北院为什么会准 因为北院已经看到完整的 未来的诉讼了 他一定看到了我的请求权基础 我的起诉内容 还有所有的证据 我一定要看完 我才可能准 所以你说如果办案没有告一个段落 这个金华城的图像没有完整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去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就算我想扣押 订阅也不会准 从这一点就知道说 至少金流有了 对价关系有了 这个前卖 每个人的角色也都清楚 这都是清楚明白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它准与扣押呢 这表示说我现在扣押下去的话 对我的案情发展 对我的侦办是有进度的 如果没有的话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金华广场 现在只做到第二层楼 第二层楼机组结构往上的话 预计明年一月要上凉 所以如果我是北院 我会告诉你说 你再去补强证据 我们一月来看看 我只要在上凉之前 准与扣押就可以了 为什么在上凉之前 我就卡 这么急 弄进去 那你想北院也是要付风险的 对 北院为什么要付这个风险 代表你今天给北院看的资料 是让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的 表示说我看完你给我的这些资料 未来起诉的方向 还有你的诉讼方向 有办法让我形成一个有力的判决 所以这些东西他才敢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北院有陪你玩干嘛 我等你正式起诉之后 我再来扣押 那现在已经有什么样的资料 在此处北检交给北院 让北院看了这些资料之后 他有信息做这样的判 才定呢 我觉得至少钱一定是有 如果没有钱没有金流的话 法院不可能 你知道吗 这111亿 我们讲的直白一点 粗俗一点 这都是现金 这些现金 如果你没有金流来对照的话 你空口白话 我就要扣押这111亿 北院肯定做不来 好 对的 该讲的 你说这个礼拜有非常可能去 干嘛 去约谈陈佩奇 约谈陈佩奇 就是整个拼图里面的最后一块了 除了陈佩奇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系的 还有 这个非常重要的人 你忘了把李文中收押的 里面的这个财定书里面呢 有说还有一位 潜在被告 还有一位潜在的被告嘛 那这个潜在的被告 除非是陈佩奇嘛 否则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人嘛 那陈佩奇现在是证人 不过为什么 因为陈佩奇事实上呢 等到检察官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以后呢 找陈佩奇过来 不要忘记他现在的身份是证人哦 证人不能说谎 证人一说谎的话 伪政这些七年一下有期徒刑啊 证人来了以后呢 问你一些东西 先让你做笔录画押了以后 我随时可以再停上 马上把证人转被告嘛 可是陈佩奇都讲了 你都已经把这件事情搞得我们家四分五练了 我们这个家都快要崩溃了 你还不能放过我吗 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那么上个礼拜让我们最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直接行闻 直接行闻台北地方法院把金华城价值111亿的松山段西松山段的土地全部扣押 这个扣押跟民事假扣押不一样 这个刑事的扣押是犯罪所得的真扣押 不是假扣押 而且是不法利益 你知道这个不法利益 要这个解除只有两个办法 什么办法 第一检察官不起诉处分 那当然就没有话讲 检察官就不扣押了嘛 第二个是要全案宣判定验 那我问你那你坚华城现在怎么样 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因为民进党跟国民党都不满 你台北市长这个蒋万安 为什么不直接就停工嘛 蒋万安在今天晚上有了最新的说法 什么说法 他们不是说今天要行文到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去吗 他问要不要停工嘛 这事实上这是规避一个责任啦 讲白了啦 他规避一个责任就是 意思是说 不是我直接要停工 国陪到我无关的 你们人事件不要碰我 事件到金华城我今小省碰我 来找我找就对了 那订阅不要来找我 另外一个是 蒋万安今天就直接讲了 因为呢 已经台北市政府对金华城施语 不施语施工勘验 所以呢 你等于是实质停工了 因为如果你在施工的话呢 我不承认啦 你懂嘛 我也不发那个所谓的 因为按照台北市的规矩是 你盖一层楼我就要来勘验一次 如果我没有来勘验 或者勘验不过的话 你就不能往上盖 如果台北市政府已经确定 我不勘验就代表 你现在盖到几楼就几楼了 你想往上盖 你是盖不上去的 我告诉你喔 他这样做什么意思 他这样做 我们不能说他是违贱 违贱是合法 然后再加盖叫违贱嘛 他变烂尾楼啦 你知道吗 他现在这盖子变烂尾楼啦 使用执照不在乎你 你盖这么多没有什么用 而且事实上呢 他还在提醒这个等于说 代表给他的相关的银行 要注意喔 我台北市政府已经不让他施工了 施子停工了 你继续 你如果不紧缩银跟雨天收散的话 习搞变烂尾楼 你银行血本无归啊 这才是真正让掐住这个的 微经小省啊 要钱要命自己选择 很简单嘛 现在已经不让你选了 你自己要想办法嘛 至于我补充一下 在场去过这个招待所最多的 应该是我吧 真的假的 招待所跟各种行业 我是为了公事去了 我是社会记者啊 除了林玉峰之外 我当主管 当记者都必须要 我个人讨厌那种地方 但我非去不可 真委屈 所以包括特种行业跟招待所 烂痛了 特种行业跟招待所 我去过500多次 你们绝对不相信 你们以为招待所 都一定在那种很特殊的地方 我告诉各位 台北市的很多招待所啊 除了八八会馆之外呢 各种的 包括邦派也好 包括政商民流也好 东化南路 东风街 四围路 仰德大道 后面的德行东路 这些都有招待所 包括在健康路 松山街街街 外面都没有 几乎都没有砍棒 你完全 当然有高级的招待所 跟 跟 这个等于说啊 这个 除了这个吃饭之外 比较特别 special的招待所 我问你大家一件事 那么 如果单纯都是一个招待所 如果要纯吃饭 都是谈事情的 对不对 可问题是 如果一堆都是男人 谈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要怎么谈 谈不下去 对 都是 一堆一堆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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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谁来敬酒 谁来倒酒 谁来劝酒 谁来带动气氛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需要有拉拉队 有专门的人在那边带动气氛干嘛的 有人要倒酒啊 难道是主人自己倒吗 那我同样的质疑嘛 你不要以为我中国也没去过 我中国也要去过啦 中国去过的时候一样的道理嘛 好 所以刚才讲的 现在你也得到了一些的讯息 现在看起来 简连得到的资料比我们想象来的更多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连所谓的冷钱包都出来了 所以现在是金流已经确定 金流确定 为什么今天还要用金华生的土地扣押 给省信机压力士 最后那个拼图是他的自败 他的自白 才可以让这个案子完美结束 让人心服口服 我们刚刚说简连掌握的证据 第一个比我们想的更多 第二个他查的比我们更广 应该不止金华生这个案子 也不只是560到840 这20%的容金 你说392就开始查了 或者是还有其他案子 就是他们的民众党 跟柯文哲这几年的政治献金 或是相关人等的政治献金 可能都有在被清查的行列里面 看看除了109年3月那一段奇幻之旅 突然七个人说走 我们手拉着手一起去捐款 那种奇境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所以简连查的案子 不只一个案子查的深度查的广度 都比我们想像要再更多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说 他扣了金华城 除了是逼威京表态以外 还有一个是真的很怕说脱产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脱到起诉以后 这些人就会被聚保回去 回去以后大老板还是大老板 党主席还是党主席 该做的事还是可以做 该卖的卖 该拖的拖 到时候等到如果法院定验下来 二审可能是十几年后 请问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追讨这些融稽率 楼地板卖都卖光了 甚至顶月公司还存在与否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像当时保龄查试 发生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要去把负责人的财产 给他扣了下来 因为是保全财产 所以现在顶月只剩下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老板认罪嘛 认赔杀出 蛇小保大 第二个就是顶月有没有财力 同样拿出一百多亿出来 来担保 说你把我这个解封 我要正常的这个生意运作 可是你有没有能力拿出一百多亿呢 答案是没有 因为顶月只是子公司 所以当时这个沈静晶 拿了石头搬自己的脚 他想要用子公司 左手把放右手这样去玩 可是换了一个顶月财力不够的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北柬做到这个地步 其实他有希望台北市政府 要配合办案 所以北柬来给我们这个裁定书 说法官已经损许我裁定了 希望我们地震机关 马上配合去登记 停工 不是登记 我们地震事务所要 要赶快把那个土地所有权状 注记登记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也知道台北市政府 没有法源去停工 因为停工只有第一个出现公安问题 第二个建造是违法嘛 但是现在因为还没有起诉 所以北柬非常大心的 随着他的文还提供了 内政部的一些函事给我们参考 这些函事就是教导我们说 你可以暂停施工勘验 所以这不是讲话就把自己想起来 我告诉你是随着北柬 北柬都想好了 对 北柬来着文以后 停止施工 勘验居然是北柬 他把内政部的韩市 同步的提供给我们 暗示台北市政府说 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 因为北柬当然 他自己单独办案是孤单的嘛 如果你行政机关 也可以同步配合的话 我觉得行政司法的配合 会让这个金华城 让威京的压力会更大 你看到北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多人都昏倒 他真的以前是台湾的 所谓的政治上的希望 觉得这么样的一个干净 这么样一个简单 每次都讲我吃 我吃便当只要五分钟 他还表演给我看桌 他便当最后那个汤 他都把它给喝下去 他把手指头都给我开桌 你知道我每天写多少字吗 我写到我的手指头 都有印子了 我比别人看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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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聪明又认真又打赢 我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人 就现在怎么变这个样子啦 保德哥你这样说也没有说 为什么你那时候看到的 柯文哲是什么 是为别人而活的柯文哲 还记不记得 客人说 我就从小认真读书 老婆我妈妈帮我安排的 工作我也没办法 就填志愿 填最好的志愿 全部都不是我决定的 请问现在这样的柯文哲 快不快乐 不快乐 所以保德哥 后来他终于发现了 有一个重大的转捩点 让他决定为自己而活 什么要为自己而活 当他各位还记得吗 以前柯文哲在重振之前 他叫什么 叶克某专家 叶克某文明世界 所以当有一次呢 他去到中国被奉为喪兵 他才发现 原来我错了 我以前都错了 我应该要为自己而活 人生除了黑白之外 还有彩色 博文哲的所谓的 除了消毒药水之外 还有昏迷 对叶克某经过之后 他发现 原来这才叫世界 原来这才叫人生 为什么 因为他说 我去示范 旁边有没有人陪 不知道 但你知道吗 我才发现有花名册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讲的兴高采烈的 但不是 他说这个花名册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 把自己的房号 贴在上面 贴在上面之后呢 就会外送服务 Roon Service 到房间里面去 Roon Service 对 那柯文哲在什么场合 讲这个 你怎么会 对着女秀莲讲车话 乱七八糟 所以柯文哲你懂吗 他为什么会在女秀莲 而且他太太也有没有在这样 因为他太开心了 他忍不住了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 他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而从这个时候 柯文哲的那个开关 那个switch 打开了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 2014年的时候 担任台北市场 担任台北市场之后呢 就开始陆陆续续 所以媒体人揭露说 柯文哲怎么会在 2013年的时候 讲这种话 是代表内心萌芽的 不是 你想讲 他的第一任还是在压制住了 他到第二任 然后我们再讲 他去了八八会馆 去了招待所 去了大安区的招待所 去了新店的招待所 去了刚刚讲很多神秘招待所 他就不一样了 柯文哲这叫什么 牛迁到北京 还是牛 当时柯文哲这叫什么 很乘的 他展现出义 很乘的这种感觉嘛 对不对 但是他有没有门路 有没有管道 没有啊 他就充其量 去到中国的确他上兵 因为叶客 但在台湾他什么 他是急诊室 黑黑白的啦 没人要来 他当了第一届市长的时候 战战兢兢兢 那时候还是你讲的 为别人而活的柯文哲 财报做清楚 到后来之后 开始有管道 开始认识黄珊珊 开始认识建商 开始认识神经典之后 不同啊 开始认识林秉文之后 不同啊 诶 秉文啊 诶 人家第一次是林秉文找他去 第二次他主动开口 你的地方不错 我常常去 很舒服 所以你代表什么 柯文哲终于找到 他人生 如何为自己活的方法 如何为自己活的管道 但他最大特措的是什么 他如果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如果不是收费的话 我们讲 是一般人做生意的 我们讲我给他掌声 代表什么 你为自己活了不起 但当你是政治人的时候 这变成什么 这变成极致的堕落 但是柯文哲回不回去 已经回不去了 他回不去了 因为他一旦强过那个天头 这是他内心最深沉 来自ego 来自本我的渴望 而这个渴望 一旦得到满足之后 会变成什么 所以他要过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也难怪什么 你要去看好 你要过这种日子 你要很有钱 所以你的心理学分三个 一个叫操我 以前柯文哲是什么 叫一个操我 我是一个道德高大上 智商157 我要为生死之间 去拯救病人 但后来 他终于本我 为什么 因为本我实在太舒服了 本我实在太有趣了 本我才是彩色的 操我是黑白的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柯文哲 最后会变成这样 完全不意外 现在很多人看到了 柯文哲的计划成案子里面 还觉得非常的矛盾 如醉无礼物 有点跨模 因为什么 你说现在好像我全部都 那个压力都在 那个审计金上面 我要你招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干嘛让你住医院 我干嘛去吹冷气 你说没有 关键在台北地检署上个礼拜五 我们俩讲台北地方法院 已经接受台北地方法 台北地检署扣押 金华城土地 他说很清楚 台北地方法院接受 就代表确认这是不法所得 确定不法所得 那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那犯罪行为 那犯罪行为讲 那土利啊不 你说光是土利 地方法院绝对不敢这么做 你说中间一定有行为 而这个行为的金流 其实也都找到了 而这个行为的金流 找到之后 关键 真的是最后沈姓金的话压了 本来跟我一件事 误会一件事你说 哎呀金华城金流 到底找到了没有 很多人还半信半疑 说沈姓金怎么会去住院啊 是不是金流没找到啊 这个我们讲的扣押 就是为了查金流 错了 金流早就已经扎扎丝 找到了 现在唯一的差别是 如何说服社会大众 如何给社会大众 一个满益的答案嘛 否则保庆会 我就问一件事情 第一 为什么沈姓金可以去住院 对不对 那理由很简单啊 今天压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他 招供 招供嘛 所以沈姓金他去住院只有一个道理 如果他交代全部的金流的话 我跟你讲他不是住院 他直接交保了吧 放出来了 人就出来了 这代表他只交代一步 而不是交代全部 而交代的是哪一步 也就是李文中这边的关键 你想想看喔 如果检察官跑出来说 社会大众 我们找到柯文哲收费了 但是呢 他收费的方式是这样 是先由沈姓金呢 提领我们讲 贷款里面的现金呢 交付给朱雅虎 朱雅虎呢 再把他分封给下面的7个员工 7个员工再分别以30万呢 汇到了柯文哲的这个 民众两个政治线专户 政治线专户 政治线专户之后呢 再转到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在开假发票 拿着换到私人户头 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 民众早就乱掉了嘛 我都昏了 你到底在嘗什么 不行 他一定要一个 一个非常斩钉结的讲法 就是由沈静晴 小沈 直接交付5亿10亿15亿 透过虚拟货币 透过冷钱包包方式 给谁 他现在要逼的是什么 沈静晴把这件事情 给交代出来嘛 好那刚刚吴董在30代讲 他说 现在他从他的朋友那边 也就是我们知道 在正风单位这边的讯息 已经清楚是 冷钱包找到了 保护公元讲 从调查局进来之后 也就是FIU 我们的国家金融情报 中间进来之后 突然间风云变成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外界原本 一直讲冷钱包 一直讲冷钱包 大家讲说无稽资产 但理由很简单 因为整个金华城 今天的不法获利所得 我们光算那个20% 就111亿了喔 他的整个总价 你如果从392算到840多少 不好意思各位 那是700亿起跳的喔 那你如果去想想看 700亿 那他的不法所得这么多 结果只给柯文哲200万 1300万 500万 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 连打罚我都不可能 绝对是一来一去 那如果今天 孔现金都在老人家 不好意思喔 一咖行李箱大概2000万 你自己算一算啦 如果我给你30亿 你是要怎样 柯文哲家都堆满 所以唯一合理解释 整个检调 为什么要找虚拟货币专家 就是往冷钱包 结果现在 来各位喔 不止一个消息来源 如果只有一个消息来源 就算了 现在是包括乌子嘉董事长 其中一个消息来源 包括其他相关的系统 两个消息来源 已经有多方消息人都正说 冷钱包找到这些事 那什么是冷钱包 对冷钱包各位 来我现在给你看 这两个都是冷钱包 冷钱包呢 他的定义是指说 我今天虚拟货币 可以存放在离线的管道 就是说我不用连网路喔 我放在我家里面 安安全全的 没有人可以害客 但是他有存放的物体啊 所以你看到的是 包括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就像我喝咖啡的水晶卡吗 对 其实这个就是USB的一种 只不过是高接版 就是说我透过这个冷钱包 比如说USB的方式 但他可以干嘛 他可以加密 就是说我冷钱包 是不是原本有寄注池 有所谓的供料 有所谓的私钥地址 但他不是喔 你想要登录进去查看的时候 你就要先输入你的密码 帐号跟密码 所以现在检方可能 要破解的是这一块 要crack你的是这一块 说在外界的帐号密码 有没有办法破解 因为你看喔 像这个就更复杂 这是什么 保陵哥你看 指纹便士嘛 所以等于就是说 它是硬体上 就有第一道防护了喔 等一下 如果今天有人给我冷钱包 然后给我冷钱包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密码输上去 我的密码输上去 我本人 这个按上去 这个冷钱包 才可以打得开 而且保陵哥你仔细看 这个冷钱包我分手 Bitcoin Etherin BNB XRP 代表说包括比特币啊 以太币啊 泰塔币 它是可以放各式各家币种进去的 所以当今天剪掉 它只代表一件事情 绝对抄到类似这样的东西了 不一定是USB 但找到了柯文哲 类似这样自放 所谓虚拟货币的东西 但他们怀疑说 里面可能有庞大的金流 甚至是 已经破解了嘛 否则怎么敢出来想 如果冷钱包打开 里面零块 那不是很尴尬吗 肯定是现在找到了 包括我可能5亿 10亿甚至数亿的金额 但需要一件事情 因为柯文哲有钱 充其让这个叫做 他说我不知道 那剪到那不是我的 陈佩琪的 他给乱摆一通嘛 我儿子的嘛 我儿子会炒币嘛 不行 他一定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掌握到你现在有财财的人不明 第二件事情是 是由谁给你的嘛 谁给你的 一定要讲说是沈金星的嘛 所以沈金星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 明明你想说沈金星都糟了嘛 对不对 这个金流 都糟了嘛 他为什么检棒 还要用1101 把他往10里极限压缩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用 我现在呢 不是死法问题 我们现在是要跟社会大众交代 幸福的问题 所以只有沈金星交代说 我沈金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交付虚拟货币 多少钱何时 什么样的管道 提供给柯文哲 那就直接验证 代表这个冷钱包 柯文哲被敲到冷钱包 就是由沈金星交付的汇款 那只要这样一锤定音 我保证柯文哲的公信力 他的人格完完全全就会在台湾毁灭 而这才是北检他要达到目标 而且另外一件传出一个消息是 本来已经安静了一段时间的陈佩琪 说陈佩琪这个礼拜也会有动作 而陈佩琪的动作就跟收尾有关系了 对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理由很简单 当今天柯文哲他掌握这叫什么 大条的 但你不要忘记哦 李文中他只是什么 只是一个帐把 他只是一个钱袋子 所以当李文中今天处理的时候 最后还是有一些小条的流向 否则我就问我们的佩琪 怎么样去晚风徐徐 我们的佩琪怎么样去逛豪宅 看房子 半夜连人家豪宅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所以你想想看哦 陈佩琪现在是问什么 证人 就证人嘛 但你就不对哦 陈佩琪本来已经沉默很久了 为什么 低调避风头 就最近开始说 文哲我很想你 然后开始跑推进座 跑到前面去 跑到这边 而且你看看他脸色 铁青 完全没有笑容 保证各位 因为这个案件你要办得衰苦 你要办得完美 你绝对不能漏掉一个任何的漏网之语 而陈佩琪 陈佩琪也在里面 他自己清楚 证人转被告的时间 可能就在不远 因为现在整个检方搞不好起诉出 都已经在朝你架构而已 只是在等柯文哲 以及最后那个大条的贪污所的填控 到时候你柯文哲 陈佩琪 所有人的名字都会在上面 好 所以小美 我看到今天一点风吹草都没有 今天 连约谈一个人都没有 我想说这个案子是不是 踢到铁板了 上礼拜做这么大的动作是 你都带金华神做这么大的动作 感觉上你也是没有崩了 才要对整个 沈金金做这样的期限施压 可以说不是 是整个开始都有眉目了 是 它有三笔钱 三笔钱 从最小讲到最大 9.3亿 由他们子公司跟鼎月出的 那个金流很清楚了 那这个9.3亿 来扣他111亿 够了 然后也可以交代 他只缺一个什么东西 叫做送钱的 然后跟收贿的 半一支联络 我们每次看那个 那个起初 当然是基本款嘛 好 然后第二笔钱是什么 你注意看 上礼拜那个简连的讲了什么 潜在被告 还有潜在被告 来 谁是潜在被告 谁是潜在被告 第一个叫做陈佩琪 第二个 有没有讲到海外账户 有欸 儿子女儿会不会传 今天出现一个新的发展 我就问了 有意思的东西 什么新发展 我不是去告黄珊珊吗 这件 我说她主持的三场便当会 她角色怎样 对话怎样 我跟你讲 里面的内容数据 已经被检察官拿走了 他说 我今天问师傅 你们那个 你们那个针锋 是有没有跟你 便当会的内容 对 内容 然后针锋出 有没有带 检察官拿走 有 今天证实拿走了 潜在被告 有没有黄珊珊 很难说啊 所以 我跟你讲 第二笔大钱是什么呢 海外账户 第三笔就是所谓 冷钱包的比特币 真的有冷钱包 有冷钱包 所以这才是大钱 因为这个利益 总共打七百 七八百亿 你怎么可能十亿就善了 今天难道 他有几十亿 他全部都交给陈被吉 陈被吉大概十亿 玩一玩 我就看房子 我有十亿 老娘有十亿 我看这个四千三 我看这个一一二 我看这个 看那个 有没有 看你一街小宅 给他儿子买 所以这个案子只有十亿吗 我认为有几十亿 而且更新的发展 简年 简年不是调那个 4300万 那个陈姓兄弟去 对 那为什么敢扣这个 很可能根本 根本没有假买卖好不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 今天把 要扣那个房子 房子如果正常的是我 我个人一票三十块买的 你不能扣人家 可是我认为 房子的钱不然送的 不然用张钱买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传出 那4300万的房子都可能扣 就代表 我不是用选举补助款买的 对 这个钱的来源都有问题 是啊 是啊 那今天这个太怪了 如果送 我想第一条先用送的 这个朱雅虎 永庆搞不好都有事 永庆搞不好 比如你联络好这个假买卖 你还是赚佣金 你觉得没事吗 对 好那今天重点 怎么知道 所以4300万也有鬼 对 多一瓶多卖15万来 是不是回头来分钱 这个都很来拆账 你做假买卖 我要给你一点 Commission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笔烂账 对 所以你说现在 其实柯文哲的案子里面 这五大案 其实是万流归收 万流归收五大案 看起来是不同的案子 甚至是不同的厂商 其他都留到同样一个地方 都留到政治现金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后来慢慢突破 就是什么30万 30万给党的 或多少多少钱的 给这个所谓的 这个竞权走步的 现在原来检方 已经找到这个Mega 从这个政治现金 从党的捐款回推之后 所有的钱都清楚了 我们看到 柯文哲处理钱的方法 有几个 第一个可能就是 刚刚大家说的冷钱包 那这个就是 事无不可对 就是不可以 给人家知道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 透过现金 直接一包钱给你 那这点更难查 因为你不知道 他把那些钱放在哪里 可能台北市的 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 第三个就是 他透过政治现金账户 去洗钱 为什么说 那为什么要透过 政治现金账户呢 好好的透过冷钱包 好好的直接cash 藏起来就好了 但是透过上述那两个 那一些钱 永远都是脏的 那要怎么样 才能让钱变干净呢 不能随便动的 对 不能随便动的 因为他只要 医药选举 医药财产三报 你怎么又多了这些 才要多掉 那个钱你如果 一包一包的钱 永远摆在家里 那只能 那只是纸上富贵 看着心痒痒的 对 可是只要拿出去 就像郭伯雄 放在他的船部底上 躺在上面爽的 对 可是你真的要拿去花 那个钱就要是洗干净的 要是干净的 譬如说 他就要去营造一个说 我从选票补助馆 退了7000万给我 我才有4000万去买 这个房商办嘛 你钱要洗过 那大家想想看 除了这个以外 那准备起来去看 一亿两亿的豪宅 对 那这些钱又要从哪里来呢 代表还有一些钱准备要洗 或者是都是用这些管道 木可 或是要早期要成立的 所谓的治疗公司 对 可能都是要做这些事 所以他有很多钱 可能就是透过正常的政治现金 化整为零 又或者用人头 然后进到政党的政治现金 进到这个个人的政治现金 然后到基金会 然后再到木可 那我之所以说 一定要去查政治现金 是不只是危机用人头 我们接到一些检举 包括说这个特定的时间点 也有一些企业 他用他的董监士 甚至用他董监士的太太的命令 对 在同一个时间内 化整为零去捐 那是刚好大家 所以给柯文哲有很多这种化整为零 其实大家只要去看 30万捐好捐满的人 你背后可能都会对应到一些公司去 其实这都可以查了 现在我知道就是 检严单位也在从这个线索去查 里面有没有可能跟其他的案子勾基上 又或者是危机不只是这一些 包括说政治现金 那一些所谓的最后一个月 那捧着现金来的那一些的背后 是真人或是虚拟的人 所以不只是虚拟货币 可能连人头捐款都是虚拟的人 到底有没有那一些人 因为你知道匿名捐款只要怎样 Excel 复制贴厂匿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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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后面完全不需要交代 捐款人的名字 也不需要开立收据给捐款人 所以这些所谓的匿名 到底是匿谁的名 我意思就是说去调查 银行的监视器 谁捧着那些钱存到银行 是闪币呢 还是一捆一捆的现钞 就知道那些 是不是真的都是小额捐款 好 现在有一个人我看不懂了 那就是黄珊珊 黄珊珊以前不是努力地去解释说 那不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条例的24条 是第25条 25条就是台北市政府认为 我有都更的需求 我直接给厂商的 然后还去跟人家吵架说 你根本不了解国土署的这个看法 怎么突然之间就没有声音了 而且他过去一直都在陈佩琪的旁边 结果昨天陈佩琪到了土 这两天陈佩琪到了土城 也没看到黄珊珊了 陈佩琪昨天到土城 然后他们昨天还有一场在台中 就黄国昌到台中 也到土城两边在跑 他们的整个50场 所谓的声援的大会 大概昨天为止就是 悄悄算是工程圆满 没了 结束了 有50场吗 就大概就算是 整个开奖大概告一段落 那昨天这个当然看不到黄珊珊 因为黄珊珊整个戏演一演完了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黄珊珊 今天的表现就是在 国防委员会 在国防委员会 这个我看极为荒谬 你知道吗 这一辈子也没有看过黄珊珊 有谈过国防议题 不管公开私下咨询 或她参加立法委员的 或是我们有选择讨论会 黄珊珊八竿子跟国防 一点关系都没有 突然间她洋洋傻傻 谈了一大堆 她去了台美国防工业 什么会议 以后她回来变成国防专家了 然后咨询国防部长 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黄珊珊已经 转型成功 因为这个北检的这个动作 已经扣押了这个111亿的 金华城的这个基地以后 这不讲话了 她就放弃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她是跟着金钱走 这个立法委员 有很多干法 但是黄珊珊的干法 她一辈子轨迹 她足迹 就哪里有钱 跟着那个钱在走的 那看到这个金华城 这一摊 跟柯文哲这一摊 收了 大概已经收摊了 这个摊子已经收了 就另起新炉灶 就到国防外交委员会 准备搞国防的前课 那柯文哲被她丢包 刚才讲的 北检直接认定说 你今天土利金华城 那个20% 整个不法的获利是111亿 这个不法的111亿 要把你给追缴回来 就代表你中间的确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那犯罪的行为 你为什么 能够说服法官说 那真的是犯罪 那法官给下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将你给扣押 不但扣押以后 马上到地线机关给注记 注记去了以后 在法院官司定验之前 这个土地 不可以做任何的转让 不可以做任何的买卖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 你说今天还有一个关键就是 今天传出来 柯文哲的冷钱包扶出台面了 扶出台面之外 连金钥都出来了 如果你有冷钱包 你有金钥 而且 现在艾德蒙也进来了 难怪法官会同意 把那个柯文哲一直以为自己是 沉默的羔羊当作人魔 对不对 充满智慧的罪犯 出来都面在笑 我跟你講他这次不出来笑不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把你搞错了 我是一只带宰的羔羊 他根本没有办法跟检调有任何寒扣的余力 柯文哲是带宰羔 对因为一旦钱查出来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不法获利 他只计算后面的500多亿 还没有算到这个200多亿 所以他以500多亿的两层 代表说是111对不对 那我就问柯文哲会分多少 今天你检调是看你们有 不是看你们没 你拿那个什么500 200 然后140万 请问一下 那个能够看吗 当然不能 所以今天找到了 检调直接找到了 真正的大秘宝在这边 冷钱包找到了 对因为冷钱包他找到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他的公钥 第二个他的食钥 还有包括他的寄注石 那最关键他现在缺乏 就是说少了其中一部的密码 不然之 我知道你里面常有庞大的金额 庞大的钱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 一探其就尽 我打不开 我也没有办法进行扣押 也没有办法进行 把他做转移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等于是已经最正确的了说 你柯文哲就是有这个 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庞大的资金跟金流 都在这里面 水宝和林搞懂了 为什么检掉要使出杀手键 把这个111压下来你知道吗 为什么 沈庆青有没有招 有 但沈庆青有没有招出全部 没有 他一定是讲说有啦 这个几百万啊 这个一两千万的啦 有啦 但是这个有啦 我是有给他这个相关的虚拟货币 但没有交代清楚说 到底整个贪污的全报是什么 因为今天道理很简单啊 我今天要把柯文哲给弄死 对不对 我要把他压下来嘛 但是我请问一下 五千万压被拉掉他 我今天五千万有没有把他判无期 你说压不到吗 社会公信意在讲不行 因为大家今天看到 诶你涂利五百亿七百亿 我要看到的柯文哲是什么样子 我要看到的是他拿二三十亿 我把他压下去 我把无期徒刑 这才到底才讲得过嘛 你要看到血流成河 对所以今天检掉在干嘛 以前逼钱 我知道你小沈糟了嘛 否则朱亚虎也不会出来 否则柯文哲脸色也不会那么难看嘛 但是你没有把全部招出来嘛 那为什么我说柯文哲是带宅的 各位讲 请问一下柯文哲在这个案子 角色是什么 他可以提供给 沈庆庆相关的农机奖励 对不对 那请问小宝杰哥 农机奖励现在还存不存在 没了嘛 已经没有用了 北姐已经把你打叉叉了 对我把你假处分 未来台北市政府还会给你停工 银行还会给你抽银根 所以至于沈庆庆而言 农机奖励已经是如同符梦幻影一样 不存在了 现在对神经历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命要够啦 我还要命出去 我如果持续给你这样靠下去 我的生命 我的健康 搞不好最后一面 就直接未来下半辈子在牢里面 所以你柯文哲也对我神经历来讲 还有没有任何作用 那你说 检掉单位没再跟你谈判的 检掉单位直接拿你的命来威胁你 你想要用去保精华神 我告诉你精华神 已经没得保了 精华神已经没了 现在只在你这条命 你现在要思考的是 你要不要你这条命 对 保证一件事情好不好 精华神绝对没了 道理很简单 今天检掉做这个动作 就是在跟沈青青讲说 你死了这条心 死了这条心 因为沈青青她 赌的一个盘局是什么 我要钱不要命 那其实现在还有钱吗 没钱你只能保命了嘛 我等于把你全 这么狠 当然我给你银行银根一抽 北市府一停工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精华神是不是整个就垮了 不要讲精华神 整个威京集团都有危险 所以对小省来讲 他现在考量的不是钱的问题 已经没有赚钱了啦 但他当时工作的是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 检掉现在提供出来几个嘛 比如说小省150 他是对 我们确定了 这个真的是金额 因为包括赖湘岭 他也在这个名单里面 包括高雄岸也在这个名单里面 那他这个是110 110不可能我讲说电话号码 你也不可能我讲说半夜1点10分 找赖湘岭出来喝咖啡 所以确认了就是钱 但是检掉看到这个 绝对不以为然吃吃一杯 你开我什么玩笑 我跟社会大众讲说700亿的大案 我抓到了柯文哲收回1500万 民众能幸福吗 民众能幸福 当然不行 所以说神经经理 大哥啊我看你看你有点 你不要跟我讲生笑 到底那个冷钱包 也就是真的大条的 是5亿 10亿 还是20亿 你怎么给 我给了多少 什么时候交付 只要把这个交代出来 柯文哲基本上就控制他 但我就访问最后一个问题 柯文哲现在阶段 他可以做什么动作 他根本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力的 宝静哥 你不要误会了 所以他要不要硬讯根本不重要了 柯文哲现在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只有一个 代宰高阳 他只能闹脾气 神气气 完全没有用 所以剪掉理都不理你 你爱讲不讲随便你 反正相关人等猪牙虎 包括我们讲的神经经 只要他们招待了 我爱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 所以胡同 我知道检察官很狠 我没有想到这么狠 他真的不惜整个精华 微精华在我前面土崩瓦解 我也不在乎 你今天 沈经纪的命能不能维持住 我这个案子逼下去 就看你沈经纪跟他讲 你本来做得如意算办事 反正我官司继续打 我的房子继续盖 我的房子继续卖 可是现在 我要告诉你 你没有房子了 你的精华层 已经变成了泡沫了 接下来 是你要不要你这条命了 保佳我这样子 我大概两三个月前 到这个 威京的中工大楼 我跟沈经纪单独谈了一个小时 我现在把这个话再重复一遍 当时我就劝他 我说你千万不要跟当道做对 我说你去挺柯文者是错误者是谁 我说我没有要做对啊 他说他是赖皮的 我说我 因为我不是要跟他沟通 他找我去问我的意见 那我的意见 我就 我好朋友我就告诉他 我说第二点很简单 我说你现在唯一的最好的一招 你就找你的律师商量 看看可不可以当污点证人 早点当污点证人 你就把这个事情了掉 你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 你知道吧 我说我没有送 我说没有送红包啊 我没有贿赂啊 我说那还有第三招 我说你快点就出国 你不要回来跑路 对不对 我说现在最简单 你等下这个案情稳定了 你再回来也可以 结果搞半天 回来了 他回来被收押了 我当时我提醒他 我说你这个情况会被收押的 他不相信我的话 他跟我说 我说你最少 我说你会跟吴东京一样 交保也是一亿元起跳 不是便宜货 你就莫名其妙 你就要背了一个债务出来 我知道情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事情 如果当时一进一开始被收押当天也好 他已经收押了快一个多月了 对 但是配合检方 不是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吗 他的美梦就可以继续成真了 对 就是讲简单的嘛 你就是吃软不吃 吃硬不吃软 北浅真的要宰他了 不 很简单嘛 就是鱼石网破嘛 这就是鱼石网破 没有这戏好谈的嘛 你看得办嘛 对不对 而且这里面 刚刚宇轩讲的也很有道理 他这个案子把你押了以后 他在把你扣押之后会发生什么结果你知道吗 你人也出不去了嘛 因为你不承认嘛 对 所以你要 他很简单 你变成让他严押的理由存在了嘛 他本来只要两个月办完啦 对 不会的啦 你沈静静也多押两个月嘛 让你在医院住没关系啊 对 你是借户住医院 就跟你去医院住到啊 手铐靠到啊 外面租位景 对其实 三班给你看护啊 你就 然后他现在 那这会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好不好 省一个企业 碰到像这种情况叫什么 叫做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 他这个公司有一个特性 他这个公司就是沈静静一个人的单人 个人公司 一人公司 他所有的联系 他的关系 他的送红包 收红包 不管怎么搞啦 都是沈静静 他一个个人嘛 他关在里面的话 这公司就倒闭 这这么简单 所以沈静静现在 检察官才不知道沈静静的情况 我今天讲的权威说法 就沈静静现在最迫切是干什么 明天快点交保 因为他不怕 因为每一个企业都会碰到危机嘛 可是你在坐牢的时候 处理不了危机的 你在里面是没得搞的 对 你在外面才搞 他快点从医院爬起来 快点给检察官写字白書 快点回他家 交保 一亿两亿交保 对 然后还有机会救嘛 救连带银行 救台北市政府 跟蒋公安球下跪 他还有很多招可以用 对 可是你也躺在那个借户就医 躺在那个台北看守所 你一点都不能动 就会什么 时间不断的消逝 然后你越拖 检察官就越狠 狠到最后你就是老命都没有了嘛 你刚刚讲的嘛 对 所以他现在唯一的一招 我跟你讲 如果尽量 因为他个性很硬你知道吧 曾经是很new的一个个性 他什么事情他不认输啊 当时你在讲批评清华城的时候 他就告犹俗贵你记不记得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讲他自己的 他讲他自己的过去的这个自传 他过去写过自传你知道吧 他写过自传 他自传的名称好像是叫做 什么名称我忘记了啦 结果检察官就凭那个自传 把他给起诉了你知道 他自己的犯这事 所以他自信心爆棚嘛 所以我现在讲这段话 是语重心长 希望他的医院有听到 你明天快点去跟检察官招了吧 把那个冷钱包 那个太达币 到底在哪里 通通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你还有可能后天给你交保 否则多拖一个礼拜 我告诉你很简单 就是年代银行抽云根 对 我们会有一个 他们年代银行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提前还款期制 你知道吧 合约给你定的是三年五年 可是一旦发生这个情况不对的话 我启动那个提前还款期制 立刻抽云根 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他公司整个企业会倒闭 所以明天快点去找检察官 把科匹的钱包在哪里 交代清清楚楚 还有去活命 拖一个礼拜就挂了 好 瑞德 我们看到检察官 在获得很多的新闻 一直在讲 有一个潜在的被告 有一个潜在的证人 还有被告 还有证人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 包括今天李文中 这个把它给借题出来 其实问的并不是进华城 问的是木格公司的政治现金金流 所以他现在是兵分好几路在查 所以被告 你以为被告就到这里为止 金华城你知道他现在被告几位 21位 那么事实上 就在他21位被告的同时 他今天直接下了最狠的一刀 直接把你查扣你的111亿 这111亿下去 其实整个金华城的工程达上千亿 但这111亿的土地 一下去了以后 金华城完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又土地又不能买卖 然后你要借钱的话 银行一定是紧缩银根嘛 我必须评估你到时候 这个工程会不会还继续下去嘛 我又不是攀纳 所以下去了以后会怎样 那么除此之外呢 并不是只有金华城一个案子 而是因为金华城最离谱嘛 所以金华城从392到560 一直到560到840分两个阶段 现在两个阶段 据我所知 他们是不同的单位在办 这两个阶段继续在传 所以你以为已经结束了 没有啊 如果已经结束的话呢 不会这个等于说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其实现在呢 最不重要的 最不需要借训的人 叫柯文哲 为什么 你继续白头 你继续那个 变的黑头发好不好 你满头黑发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请问柯文哲 会不会招任何一个说 我有这个涉案 或是我名字不外 都不会 所以你找来问 只不过是问 把这些当事人 其他背高跟证人 所问的东西 比如说陈文中 这个随务所说的 那一天 那你重新再重复一次 你一定否认嘛 或者是能把这些 全部都弄好了以后呢 这些都是作为未来 打官司的一个 等于说工坊的走政杖而已嘛 我要是检察官 我就把所有人 全部都问好 问满了以后 最后关头再找你来划压 你最好都不要讲 那现在柯文哲 如果从现在开始 都不找他的话 你认为 依柯文哲智商157 他会怎么样 他会想 为什么不再找我了 为什么不再找我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最重要的精华 成111亿的土地 已经查扣了 从现在开始 柯文哲不重要 叫做 š咱们 好 这只能处理 去仔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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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